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为大家实现梦想 让我们有请穿搭闺蜜桃罗美丽老师 哈喽 晴晴你好 哈喽 老师你好 说到我们的出行旅游又或者是出外公干的时候呢 我们有可能说这个旅行箱里面就会非常的重 但其实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 只需要准备这三件宝物就可以让你每天的装扮都不重样 而且保持优雅 保持个性 保持我们的漂漂亮亮 那这三件宝物呢 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 但它就静静地躺在你的衣橱里 那分别就是你现在身上所穿到的白衬衫 以及还有白T恤 还有我们的丝巾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来说说白T恤的百搭妙用好不好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一件白T恤穿在了琴琴身上了以后呢 就会视觉觉得说琴琴突然间就矮了一截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腰线呢 就在这个大腿以下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一个小小的变动式 来 过来一点点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稍稍地 把前面的这半截往上卷 就这样慢慢地往上卷 然后卷完以后呢 就往我们的裤子里面塞 为什么要这样子卷完了塞呢 是因为它的长度很长的时候 直接往我们的裤子里面塞 就会觉得小腹会有一个很大的隆起 就会好像有怀孕的感觉 同时我们在后面再留有一点点部位 然后去包住我们臀部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修饰轮廓 这是我们白T恤的其中一个穿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教第二个方法 把我们刚刚塞进去的衣服 先放下来把它摊平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建议你喜欢的一边就好 然后把它揪起来 然后就用到我们平常 夹头发的橡皮筋 把它扎起来 然后往里一塞 记得一定要摊平哦 不然就会有一个骨包 就会觉得你的腰很粗了 但是我们摊平了以后的话呢 整一个腰身出来了 那同时的话 肘肘的位置还可以帮我们挡一挡小肚子 那并且呢斜切面的位置 可以让我们整一个人 也会有一种视觉的设计感 并且有一种拉长感 那也是非常好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教第三个方法 那就是我们的揪揪转移法了 对 我们把这个旁边的揪揪呢 转移到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胸部往下一点点的位置 这边的话我们就要以旋转式的 所谓的旋转式呢 就是我们像拧瓶盖一样 好 我们卷到像一个花一样 这样子的螺旋状呢就差不多了 然后继续是用我们的橡皮筋把它记起来 OK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依然是要像刚才一样 把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底边的位置给卷起来 好 那么以上呢三个小技巧就是让我们的白T恤啊 变得更加有设计感的一些小妙招了 那其实除了这样子的小妙招让我们的白T恤呢 变得更加有生气还有活力以外 我们在搭配上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搭线在紧情身上的牛仔裤啊 又或者是我们的半身牛仔裙啊 又或者是散摆裙啊 A字裙啊 又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比较休闲的商务场合的时候 再搭配上一些西装啊 马甲啊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白T恤呢真的是非常万用的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白衬衫有怎样的妙用 以及多种的穿法 那也麻烦请进再一次去帮我们换一换衣服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通过扣扣子的方式 而不是外加衣物的方式 让我们的白衬衫看上去有不太一样的设计感的感觉 那首先我们就把下面的扣子先把它打开 然后把衣服底下最底下的这个扣子眼呢 往上提到最上面的扣子的地方把它扣起来 好 然后我们就自然做了一个飘逸感的这样的小三角出来了 好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往咱们的衣服里面塞 好 就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我们第一个用扣子改装的一个小技巧 加上了一个小设计 这样子是不是更加有这个飘逸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教第二个扣法哦 好 第二个扣法呢 其实跟我们第一个扣法有一点点的异曲同工之妙 那我们就可以把咱们第二个扣眼的位置呢 扣到上面一个扣眼的位置 去做一个叠扣 然后下面一个扣子呢 我们就是顺眼给它扣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孔眼呢 又继续的往上叠扣 然后我们可以把短的一边塞到裤子里头 那就这样子呢 我们就制造了一个不规则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同时呢 在右边的地方我们突出了腰线 但左边的话呢 依然也是可以挡一挡我们的胯部 那也是有一个修饰的作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做一个小小的变化 就有不同的感觉了 那其实我们在第三个计法呢 跟第二个计法是一样扣扣子的方法 只不过我们把衣服塞在里面的方向不同而已 我们这一次先把左边的鞋塞到我们的裤子里面 记得在塞的过程呢 一定要尽量的平滑平顺 这样子我们的小肚子才不会融起来哦 好 然后继续我们可以把左边的这半片的衬衫 塞到我们的裤子里头 像这样子 左边往右边塞 右边往左边塞 先塞左边 再塞右边就可以出现我现在的一个设计感 有一点点弧度线条的 向左手边走的这样子的一个线条 就是我们第三种的穿法 所以其实我们普通款基础款的白衬衫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计法以及不同的塞法 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设计感的突出和变化 那我们平常呢 如果说你买白衬衫的时候 是专门买一些设计款的话 可能它的变化就不那么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三件 我们的出行必备宝物 就是丝巾了 诶 琴琴你知道吗 澳大利赫本在罗马假日里面曾经说过一句话是 我可以只有一件衣服 一条裙子和一双鞋 但是我需要必备14条或以上的丝巾 就这样子 我们准备一条1米4 然后宽度是8厘米的一个丝巾 我们给大家交第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我们在领结的位置的一个打法 好 首先我们就是 还是把所有的扣子先扣起来 好 扣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丝巾 然后给它放在这个领子下面的位置 那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到食指跟中指夹住它 然后在我们的手指上绕一圈过来 然后从这个孔洞的地方往里塞 好 就是这样子 作为我们的一个白色上面的一个小点缀 那这样也是非常的优雅 并且呢也是制造了一个Y形的前中线 同样是可以有一个视觉的拉伸会显高哦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技法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教第二个技法 第二个技法 首先我们要一边长一边短 短的这一边 我们可以塞在领口第一个孔眼里 然后给它打一个小结 这个结记住不需要太紧实哦 然后稍稍调整一下它 就会有一点点像玫瑰花的一个纹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扣子的位置解开 然后把这个丝巾按压在我们的扣子表面 然后再把它扣起来 好 然后第二个的地方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丝巾往里头塞 第二个我们不需要绑丝巾哦 我们就直接正常扣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颗扣子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丝巾往外面拉 然后按压在第四颗扣子上面 给它扣起来 就是这样子不停的轮换轮换S型的一个造型 给它记起来 好 那就像我刚才这样子一个S型的一个记法呢 就可以出现像我现在这样子一个小里边的一个点缀 这样也让我们原本白色的衬衫上呢 有一点点颜色的点缀 好 那另外呢我们在选择一个丝巾的时候 也可以像美丽老师一样啊 选择两边的颜色不同的话 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层次感 那丝巾除了可以在我们的白衬衫 在我们的上半身呢去做一个搭配以外 其实我们的丝巾还有一个妙用哦 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丝巾 然后绑在我们的一个裤腰带上 它还可以当一个松紧带 让你的裤子更加舒服更加贴合你的腰围哦 好 首先因为我们刚才选用的是一条1米4的长丝巾啊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对折处理 那如果说你是短款丝巾的话呢 就直接单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对折完了以后 咱们再一个扣子往另外一个扣子拉 好 我们选其中的一条边 穿过这个洞洞 然后向两边拉紧 才就会变成了一个天然锁扣 看到没有 刚才其实这条裤子呢 穿在紧紧身上还是有一点点的松动的 那我们这样子一拉伸的话呢 这条裤子就会更加的合适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像平常打结的一个方式 给它打一个蝴蝶结 现在这边我们抓一个圈 然后呢绕着我们的手 然后往这个结口里面放 两边一勾 然后再调整一下形状 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就出来了 你看在我们的裤头上 有这样子一个小点缀 是不是非常的有心思呢 那今天呢就一共跟大家分享了 三件好物的遗物多用 那分别就是我们的白衬衫 白T恤 还有我们的丝巾 那大家都学会了吗 九个方法 回家要多加练习哦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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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